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首先带来一则好消息 德州大学将新建一座研究生宿舍 提供576个床位 并增加娱乐、餐饮和购物选择 这是该校致力于为研究生提供高品质 可负担住房的一部分 接着,我们来看看明尼苏达州如何在宗教组成 社会指标和人口统计上代表美国 尽管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上高于平均水平 但明尼苏达州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全国的缩影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房贷利率的动态 今日房贷利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这对于计划购房的朋友们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美国,从大学校园的发展到房地产市场的动态 再到一个州如何在多个维度上代表整个国家 各种新闻故事揭示了社会的多面性和变迁 让我们深入探讨这些故事 看看他们如何为我们提供了解当前美国社会状况的窗口 首先,让我们转向德州大学 UT的最新发展 根据Yahoo US的报导 德州大学已获得UT系统董事会的批准 将建造一个新的研究生住宅综合体 这个开发项目将为校园带来576张床位 以及娱乐、餐饮和购物选择 新综合体将建在UT的体育设施附近 并将设有5个沙滩排球场 允许女子队伍主办NCAA比赛 UT总裁J.Hartsell表示 此举是UT致力于为研究生建立高质量 可负担的住房和强烈社区感的一部分 这将有助于吸引顶尖人才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明尼苏达州 如何在多个层面上代表美国 Yahoo US引用《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指出 明尼苏达州在宗教组成 社会指标和人口统计方面相当好的代表了美国 然而,该州在收入和教育水平上都高于平均水平 明尼苏达州在最能代表全国的州列表中排名第21位 与此同时,尽管大多数城市的租金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增长 但明尼阿波利斯却是一个例外 工资增长速度超过了租金 此外,明尼苏达州的枪支死亡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由于近期的降雨 该州大部分地区不再处于干旱状态 最后,我们来看看美国当前的房贷利率情况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美国的固定房贷利率已经下降 但下降的幅度并不像一些人预期的那样显著 弗雷迪·麦克表示 平均30年期固定利率下降了13个基点 而15年期固定利率下降了9个基点 但是,与6个月前相比,30年期利率高出41个基点 15年期利率高出43个基点 所以现在的利率仍然低于去年11月的水平 这些故事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美国社会的当前状况和未来趋势 从德州大学的新研究生住宅综合体 到明尼苏达州如何在多方面代表美国 在到房贷利率的最新动态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教育还是经济 美国都在不断进步和变化 这些变化既有其挑战 也蕴含着机遇 为美国社会的未来发展描绘了一幅多彩的画卷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社会的各个角落都在发生着令人振奋的故事 从致力于消除退伍军人无家可归问题的社会活动家 到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对抗高通胀的策略 再到私募股权公司对欧洲房地产市场的投资 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人类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智慧 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首先,让我们来到马萨诸塞州 见证一位名为Stephanie Marketti的勇敢女性 如何在Yahoo!US报道中成为消除退伍军人 无家可归问题的先驱 作为Montechuset退伍军人外展中心的执行董事 Marketti被任命到End Veteran Homelessness Advisory Council 这是由Healy Drisco政府为研究退伍军人 无家可归问题而成立的 该委员会将首次会议于6月召开 旨在就政策倡议、新规定和创新项目提供建议 以支持州政府终结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运动 Marketti和他的团队将面对重重挑战 但他们的努力预示着希望和改变的开始 转向经济领域 我们看到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正在采取措施 对抗持续的高通胀问题 据Associated Press报道 联储官员表示 过去两年中极具提高的利率可能需要比预期 更长的时间来降低通胀 尽管有评论员担忧 更高的借贷成本并未像预期那样产生大的影响 但美国人在利息支付上的支出并没有比几年前增加太多 这意味着更高的利率可能并未有效限制支出或降低通胀 即将发布的4月份通胀报告预计将显示 通胀率从3月份的3.5%略微下降到3.4% 尽管联储将其关键利率提高到5.3%以降低通胀 但美国人在2021年第四季度的税后收入中 用于支付利息和本金的比例仅为9.8% 这一数字并未显著上升 部分原因是房主在疫情期间以低利率重新融资 以及消费者在利率上升前偿还了低利率的汽车贷款 在欧洲房地产市场的动荡为一些机构投资者带来了机遇 根据Bloomberg的报道 私募股权公司Patreon Capital成功筹集了860万欧元 约合9.27亿美元 用于其第七个欧洲房地产基金 该基金旨在利用欧洲房地产危机中产生的不良资产 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公司将专注于那些大型公司事业之外的较小交易 同时还设有一个2亿欧元的资金池用于更大的投资 Patreon Capital的现有投资者基础贡献了基金75%的资金 其中北美机构是最大的贡献者 该基金将瞄准西欧的低估和不良资产购买个别物业和以物业为后盾的公司 从社会服务到经济策略再到市场投资 这些故事展现了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创造力和决心 无论是Stephanie Marchetti在消除退伍军人无家可归方面的努力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对抗高通胀的长期战斗 还是Patreon Capital对欧洲房地产市场的精明投资 这些故事都是时代变迁和人类智慧的见证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 房地产市场的动态正以各种形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从北爱尔兰的无家可归者危机到加拿大政府与房地产投资信托REITS之间的税收冲突 再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房产市场的变化 这些故事揭示了房地产市场的复杂性 以及它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深远影响 BBC报道了北爱尔兰无家可归人口面临的困境 尤其是那些被迫从一家酒店搬到另一家酒店的家庭 这种不稳定的住宿情况给无家可归者 特别是儿童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一位母亲表达了她对家庭的失望感 因为她无法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的家 北爱尔兰房屋执行局Housing Executive 花费了数百万英镑用于酒店和旅馆的临时住宿 自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来 对临时住宿的需求显著增加 但该机构承诺将继续与家庭合作 尽快寻找永久性住房 在美国 Yahoo US报道了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房地产市场的变化 曾经 奥斯汀的房地产市场热度异常 买家不惜高出要价六位数的价格 竟购房产 然而 这种疯狂购房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市场正在发生变化 似乎正在转向有利于买家的方向 这种变化 对于那些希望在奥斯汀之夜的人来说 可能是个好消息 但也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 在加拿大 Bloomberg报道了 加拿大政府与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之间的税收争议 加拿大政府原本计划对REITS实施新的税收规定 旨在应对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问题 限制大型物业所有者的过渡利润 然而 面对来自行业的强烈反对 政府最终撤回了这些计划 这些提议的变化本意 是为了让REITS对投资者来说 变得不那么吸引人 从而抑制新房源的开发 房地产行业变称 这种不确定性增加了他们的资本成本 使得开发新住房变得更加困难 政府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行业的担忧 但也引发了对住房供应和可负担性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这些故事揭示了房地产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无论是无家可归者的困境 买家和卖家之间市场力量的变化 还是政府与房地产行业之间的税收争议 都反映了房地产市场如何深刻影响着社会和经济的各个层面 这些变化和挑战要求政策制定者 行业参与者和个人采取灵活和创新的方法 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寻找平衡点 实现住房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获取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